鬼屋重新又斷鼓,中釘打沉政府? 雖然農曆七月過了 但日光日白,見到這一棟棚灰灰黑黑 脫皮脫骨的屋仔,心都汗一汗 無人住,晚上烏燈黑火 難怪石屋新村的居民都叫這些做鬼屋 這裏是新界東北發展計劃其中一條受影響的村 村民說有發展商大量囤積土地 政府收地不止有得賠,起間鬼屋 還有得分買半千費 昨天連天平山村的居民都大爆有人在村內種釘賠賠償 雞棚一屋多戶一排十幾戶 是有人刻意去安排,種釘說有很多村民居住受影響 最近還有些人宣稱政府來賠償會有二百萬一戶賠 他說謠言四起,搞到老人家人心惶惶 但是有天平山村的居民就說 不見有大批新村民 據了解,發展商這十年來 一直積極在粉兩筆一帶團地 甚至拉攏村民造艇仔 向村民發貨無得賠的留言 說服上年多的村民賣地給發展商 但是政府早前公布新界東北發展 不用以往的公司營合作 改由政府統一收地、清拆、發展、再賣地 惹來發展商的不滿 有人亂放留言、建鬼屋 增加政府收地的難度 賠償額隨時無底深談 希望令公司營發展翻身 壓力重重,政府終於索殺了 規劃處昨天說公司營合作發展 還有得想可以再經和 地產建設商會當然怕爛手掌